你有没有想过光电编码器用的是和光电鼠标相似的工作原理 有没有看到圆圈里的这个黑色方块 它其实是一个芯片 上面有矩阵分布的N多个高厘明度光电传感器 和它配合的1000线码盘直径只有25毫米 自己数一下 1毫米里面有几条码道 拿这根针笔一下 透光的缝隙比针尖还小 传统的光电编码器每路信号只有一个传感器 这么密的码盘很有难度 这种编码器叫超平行光光电矩阵编码器 这个发光管不是普通的LED 是经过特别调效的平行光光源 就像投影仪那样把码盘上的光杉投影到传感器上 这个传感器集成了信号处理IC 还有很多个光电传感器 就像相机的图像传感器 每个像素点都能感应光线 它的工作过程跟光电鼠标类似 利用低分辨率的图像传感器 快速连续拍照 对比变化 然后得出移动的方向和距离 这种矩阵技术的编码器过去几乎是靠进口 这个是国产的 这个是进口的 现在国产的性能完全可以取代进口 重点是还更便宜 国产民族工业需要你的支持 你是不是也想看清楚传感器上芯片的样子 圆圈里的就是矩阵分布的光电传感器 平行光可以把光杉直接投影到传感器上 但不能拉这么远 因为通过狭缝的每条光线都会演射 用这个塑料片代替光电传感器 靠近光杉 看到没有 用超频行光 不需要镜头 就能在传感器上得到光杉图像 但是再远一点 眼射光就会让图像一片模糊 现在自己脑补一下 信息处理IC连续拍照对比 得到方向和距离的这个过程 有了方向和距离的数据 就能用AB信号来表达增量位置 信息处理IC的具体判断逻辑 涉及厂家的技术专利 我用一两句话很难说明白 我们在公屏和评论区 等待业内专家的分享 好了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 可以转发和一键三连 我是七电将 我们下期见